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而言之 这是我们Division2的最后一场比赛 而这场比赛我们必须拿下 才能够确保进入Division1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有可能成为我们的 这个系列视频的最后一场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一次滑铁路 这一切都要以这个结果来论英雄 所以说可能这是我们赌上我们整个荣耀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个很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关系重大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 万恶也是决定 正好之前的我是也是应大家的呼声 做过一期全场的这个不加剪辑的全场回顾 那么这一期的话我打算既然这么重要 对不对 咱们也再次这个来做一期这样的全场的比赛 毕竟上一次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反响还是不错的 大家强烈呼吁再接着多做一些 那么上一次的这个全场视频 万恶虽然说要多做一些这个 就是意义在于这个把一些小动作小技术 都给大家多做一些剖析 但是呢其实最后万恶看了看 其实说的心理方面的东西更多一些 反而这个真的是球场上的一些技术的那些细节呢 没有照顾的很多啊 也是一个遗憾 这也是为什么万恶决定再做一期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的原因啊 都是都有关系吧 所以说呢 这一期我看能不能尽量多说一点啊 这个关于真正的技术方面的东西 OK我们来看比赛啊 这个话说之间呢 我对方已经是完成了一次这个进攻了 而且质量还非常高啊 我们这个要不是维亚诺的这个出色表现呢 可能啊就要丢球了 那么呃刚才他们的脚球开出来是出现了失误啊 出现了失误 不过这个时候他们中场断球直接一脚输送给快马贝尔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是心里有点紧张的 幸好我们非常靠谱的击秃子啊 一脚铲球 就有时候我之前说在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咱们铲球就一定要谨慎了 但不是说就不铲 对不对 所以一切还是要根据这个当时的情况来 其实当时的情况呢 我觉得鸡秃子这种水平的这个防守队员还是铲球还是比较保肯的啊 所以说我是用了一次这个铲盾啊 如果是没有铲到的话 那肯定就几乎等于一颗进球了 幸好没有让我失望鸡秃子 另外这场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阵容啊 这个可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对这个对手的第一感官是他还是一个水平比较强的选手 第一他这个在这个档次遇到他肯定就是Division3以上的吧 可能是Division2甚至是Division1的对手了 其次看他的阵容也算是非常不错 而且他虽然不是都是牛逼卡 但是加强都是加强在几个最重要的位置上啊 这个也是说明他是一个把好根懂得用在刀刃上的这种选手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套阵容其实红线非常多 但是最后呢还是达到了这个100的KMT 说明他在这个组队上面也是心得颇多啊 所以总体来看呢 哎绝对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对手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10分钟之内呢 大概是我的攻势更胜一筹 但是最终都是没有形成射门啊 还是我外恶还有这个为这么一个特点吧 也不能说是毛病啊 因为他其实是个中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喜欢把这个绝对机会出现的时候呢 再选择射门 或者呢就直接干脆是远程失射啊 远射狂轰滥炸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球 其实之前的配合都不错 但最后一脚这个这个过顶场直c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 就我是属于失误啊 这个力量用大了 否则的话呢 这个球我其实是想传给那个瓜林的 这样的话其实是会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那么我看到在这次防守中 其实我们是用了非常下作的手段啊 就是对这个已经形成这个突围之势的这个贝尔是连拉带出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经验了 可以说 就是说其实这个拉扯呢 在你把它拉扯倒之前 在游戏中裁判是不会判法犯规的啊 但是这个你绝对不能把它拉倒 拉倒就完蛋了啊 所以说这不拉倒的话呢 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速的作用在里面啊 所以说还是非常的要把握这个度 不仅是自己球员怎么拉 还有看对方这个哥们的平衡啊 什么的东西 怎么样啊 拉得好啊 这是一个妙招 拉不好啊 这就直接点球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吧 咱们刚才的这次进攻啊 我们看到其实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成型 最终 但是一粒稀奇的这个spin还是有值得讲一讲的 其实之前也很多人跟我讲 让我讲一下spin 其实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只有一点要说的 因为很多同学都会做 但是后来达到高等级的时候 发现一做就被断 一做就被断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实际没掌握好 而这个动作 大家看一粒稀奇是怎么做的 是等到双方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 在做这个时候的这个成功率才是最高的 也是他应该用的那个点啊 这里也是给大家重点说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那么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是出现了我们开场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啊 这个机会呢 咱们再来看一遍回放是怎么出现的啊 首先呢 本来是一粒稀奇在前场这个得球之后的突破 但是被断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说到我们这个前场积极拼抢的意义在哪里了 几乎是一个条件反射式的动作 我刮啊 我刮身啊 就开始了 马上切到他开始了前场的这个反抢果然是成功 然后呢 呃 最后的这个传球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我用的是这个R1的大力传球啊 这个也是一个大力传球的妙用吧 可以传出一种类似于直塞的效果啊 导致最后这个伯格巴获得的非常好的一次 什么机会 可惜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是他将球居然是大飞了 呃 我都有点瞎了狗眼啊 不过呢 怎么说呢 哎 这就比赛吧 我们不要被这种东西影响心情啊 这个我们继续呃 来看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35分钟 还剩最后的10分钟啊 这个祖尼加用螃蟹布把球带好 因为刚才确实有点危险的一刻啊 赶紧 你感觉有危险的时候 下意识的赶紧先用螃蟹布 永远是没错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这个 那英兰 这是连续两个变相加速 甩开了这么一个空当之后 大家都知道他要原射了 可惜是被对方 这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后卫啊 这个棒球是这个破坏了出去 我们这个战术角球开出来 还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找的话 所有的这个咱们的提高班里 其实大多数都讲过啊 这个关于角球的怎么发法 那么可惜啊 这一次是没有寻觅到非常好的机会吧 嗯 这个球被他们破坏出去 我们还有这个 还有球权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直塞 确实是下了 因为 因心列可能是因为要越位了 所以他没有这个往前跑 而是在横向的跑 跑动啊 这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直塞 你要是塞出去的话 肯定就 在这一代里 嗯 没有这样的中错率啊 直接就会出现失误啊 所以这一次的进攻呢 我们还以失败勾中 不过呢 啊 鸡兔子啊 再一次牛逼了 这个是一 直接将这个球针顶下来 然后这一次的穿球 这个确实是有点 当时是脑袋空白了 没有想好下一步 要怎么打这个进攻 导致了这样一次 这个非常丑陋的 就把这个球给丢了 然后这是瓦战斯 其实这个 他的这张卡出来之后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在用啊 这相对来说 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然后各项属性都不错 刚才他也是 直接盘带绕过了 我们的防守之后 一脚远射 非常有威胁 还好是被扑出了 然后他们的这一次脚球 也没有形成攻势 但是那英格兰 我是让他直接这个解围 他是解围 解围又送给他们一个脚球 这个我就是也没有办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是真的是 怎么说呢 就You got me 我只能承认这个球 他牛逼 因为在这一代里 其实这种背后的假设动作 非常的好用 因为这个 他有两个背后的假设 背后动作 一个是bodyfant向后的 一个是假设向后的 这两个动作的这个延迟 也将值都是非常的小 这个因为bodyfant 在上一代太厉害了 导致这一代被削弱 但是他向后的bodyfant 就没有被削弱 还有这个假设也是一样啊 这个我也经常爱用这一招去细傻对手 那么这个球就有点像这个 我打比利时在这个欧洲杯 怎么输给这个卫士的那场比赛 一样啊 他们卫士的一个人也是用了这一招 细傻了比利时整条后方线啊 这样的话这个大为卫士89个数值的啊 在上半场新疆结束的时候 是取得了一个球的优势 这样的话真的是打击非常的大 因为在这种捕食的时候 丢球确实是特别特别让人灰心的一件事 而且后来他们甚至还有一次两次机会 其实大家看到 呃上来的袁硕先不说了啊 之后的话 我的解围是直接弹在了他的身上啊 然后他的身体一看就没有冲硅胶啊 一点贪性都没有 直接变成了一个卸球啊 然后幸好维尔亚诺是这个身勇 这个真的是身勇啊 然后就是将球解围 否则的话 这个上半场伤听捕食的时候 如果被他们进两个的话 真的这个士气真的直接就是跌到冰点了就该 所以说还是运气还算不错吧 因为之前咱们真的丢的那个球呢 也确实是对方牛逼 咱们是没有办法 呃那么下半场 我们只有这个 怎么说呢 冲政旗鼓了啊 这个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退路了 还是要重复一遍 咱们现在处境啊 这个呃必须要赢下这场比赛 我们才可以晋级 平都是不行的 所以真的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是不多了啊 那么我们呃继续来看比赛啊 确实是中国队啊 咱们穿的是中国队的队服 那么呃下半场呢 其实确实我们就是转入了战略优势啊 也就攻势吧 不能叫优势啊 一直是可以说在对方半场的这个时间是远远更多一些啊 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对方 大家也应该可以看到对方是在中场啊 把这个一步是安排到了中场 其实也偶尔会看到有这么用的人啊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中场一步能够发挥出多大的作用 还是要说这名队员呃 这个这个对手确实还算是个会玩的啊 这个防守啊 进攻啊 各个方面防守端做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漏洞 那么进攻端 山转腾挪的 有些SM也是做的比较花里胡哨的啊 那个当然好像是还没有我这么浪啊 但是 嗯怎么说呢 呃 可以看出是会玩的 只能这么说吧啊 那么在这次进攻中呢 其实也是有点的 我们也是回放来看一下 其实他这脚直塞球塞给桑切斯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已经是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有些同学就失去离职了啊 咱们这个防守队员赶紧就打 按着加速大跨步的就要向前冲 但是你要时刻警惕着他做变相 不管是什么样的变相变加速也好 各种各样的SM动作也好 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啊 那么在这里我就是一直留着这一杀招 这样的话呢 螃蟹布呢是做起来防止他的任何变相动作 迫使他进入了一个进攻这一次的平静期啊 他有点不知所措 最后被断球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啊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一次进攻中的我方就是取得了进球 那么如果说这个进球有什么奥秘的话 乌塔尔弹首鼠尔 不对 乌塔尔弹波罗尔 对应该是这么说啊 其实两个波罗是非常关键的 一是这个夸特拉多的一个波罗 然后传给伊利西西之后 他又是一个波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回放啊 其实在讲波罗那一集的时候 我是特地强调了这个东西啊 这个波罗是一个扯出空间的道具啊 你不能说你这个两个波罗不做的话 你这个传球是必定会失误 但是确实加入波罗之后 扯出的空间可以让他更加精准的做这两个传球 然后呢 这个穿到了伊西涅脚下之后 一个熟练的这个变相加速 直接圆脚飞呢 这都是非常惯常的事情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啊 这个虽然是进了一个球 但是呢 一来一个进球是不够的 二来呢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这个 对方还是有再次进球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事情还是无脑进攻啊 一定要再次进球才可以 但是没有想到是第二个进球是来的是这么的快啊 这个最终呢 呃 尹西涅等于说是在四分钟之后啊 三分钟之后就再次取得了进球 他自己也是完成了这个没开二度啊 那么这个球呢 可以说还是有一点我的这种特色 在里面 首先呢 就是这个 一定要缓开所有人在射门这一点 最后他是用了一个这个动作 应该叫什么来着 对 Borrow Chop Borrow Chop 把他们的这个拉莫斯最后缓过之后 选择了Ground Shot 这个也是在上一期的这个提高射门成功率 这一期里给大家讲过 果然还是效果非常好啊 这个门将是扑就不及 OK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稍微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啊 这个如果能保持这样的比分的话呢 我们将会顺利的升上Division One 但是呢 这是FIFA啊 这不是 呃 普通的这个 现实中的足球啊 就算是现实中的足球 你也很有可能出现比分上再次的变化 那么 在FIFA中呢 那可能就是加一个更子了 所以我们 而且One of the这个性格 即使我需要战略手势的时候 我还是会在进攻啊 就像现在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守防守的话 主要是个节奏 你如果前场的压制不够的话 其实防守 单纯靠防守在FIFA中是很难的 所以我一般也不会 从来只有这个压上啊 从来没有说 归缩这么个词在我这里 那么这脚球就没什么太多好说的了 真的就是 可能就是夸神跟这帮这个原射大神们 做队友做久了 这个原射属性得到了buff 我也不知道啊 总之就是随便那么L2 之前原射那一刻给大家讲过的啊 怎么用L2来做射门啊 就那么一下子 哎 然后就进了 然后呢 他又射了一脚 然后他就又进了 这个我真的 我当时自己都傻了啊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到一个怎么射 怎么有的阶段 其实想做一个Rambo啊 彩虹是挑球 然后失败了 但是顺势啊 这个就赶紧射一脚吧 然后就又进了 真的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个东西 等于说十分钟内 我们是进了四个球啊 这个彻底就是锁定了一场比赛的胜局啊 在从从进 一开始落后啊 上半场捕失的时候被进球 心情非常低落 到下半场终于进了一个球 这样还不能这个 说这个 呃 太松一口气 然后又进了一个球 还是非常紧张 我还是一个比较有游换意识的人啊 然后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 还没缓过劲来呢 已经又进了一个了 让我想起这个 呃 上次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 我得对巴西的那场比赛了 这个呃 这游戏就是这么奇妙啊 这样的话 呃 直接这个夸神的两脚原射啊 一个擅长盘带 而射门力量不足的夸神的两脚原射是 瞬间是将这场比赛的悬念杀死 这样也让最后的15分钟是等于是沦为了垃圾时间 那么可以说在之后的比赛呢 确实就是我有些无心恋战了啊 就是各种玩 就是各种成功率怎么不高怎么来 所以说这一段呢 就不要太学我了 当然像这个伊利西奇的这一让这样顺 把球顺过去发动进攻这种小招数呢 还是可以学一学的 这个招数也是很多同学问 我也其实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像刚才这个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你就是按着21再按左摇杆向左就对了啊 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么其实刚才维维亚诺这个将球 那个在放下之后开这种L1的长传呢 也是一个小技巧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的啊 因为其实这个虽然看上去好像有点危险 但是只要你马上传出去啊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失误过的啊 但是好处是在于你可以定点的传给一个人啊 这个其实对于这样一款高节奏的游戏来说是 其实挺重要的啊 可以让你快速的投入到一个进攻的节奏当中去 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在开球之前就锁定这个人啊 不能说等球放下去了 你再开始找人那就完了啊 那么刚才啊说着话呢 这个瓦加斯是又进了一个球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 实话实说已经有点太迟了啊 这样我也没有说因为这个球啊 放下这个浪一颗浪子的心啊 还是继续在浪着啊 各种不靠谱的穿球也是搞起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次进攻还是看着有点威胁 但其实大家知道这一代的门将出击是不会失误的啊 这个他出击的时候就宣告了你这一次进攻的死刑了 所以这次还是无功而返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这个地方的这个桑切斯的这一串动作 我来给大家回放一下啊 这里呢 其实要说的不多 但是就是为什么不多呢 是因为呃就比太太复杂太繁杂了啊 这个东西还是大家自己看 看的就是三架四太带球的时候 我是怎么操控用光标操控各个队员去补我自己漏洞的房 然后最终呢 等到快要接近的时候啊 这个我在用这个螃蟹布来断球这一系列的操作啊 所以给大家回放了两遍 然后如果还感觉没看清 可以在大家自己回去再看几遍啊 这这套我咱不说教学教科书吧 至少是还是我觉得完成的也是不错 这套防守的动作 那么继续来看比赛 我还在各种浪 刚才那英格兰本身可以有很好的机会传给尹西尼 但他没有传啊 也是浪还是浪 然后但是无所谓了 这场比赛最终咱们是4比2拿下这场 哎 其实还是挺跌宕起伏 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也是交了挺多的东西给大家的吧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之前的进攻题外班和防守小讲堂里大多数全都是讲过的啊 那么呃也是 从过一场正常的比赛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具体啊 怎么去运用到实战当中 那么OK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是顺利的升录了这个Division1 那么咱们的这个UT荣耀之路 这个系列节目啊 贯穿了几乎整个财年的这么一期节目 算是从到今天为止呢 就落下帷幕了 那么也这几乎也是标志着咱们这个FIF16这整个财年的所有视频的万恶也都是出完了啊 那么这里呢也是要给大家正正的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从这一期节目之后呢 万恶可能就会进入一个相对不活跃的状态啊 呃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因为就是我这个不活跃的状态 这其实是一个呃 Copy字可能电竞圈的一个这么一个术语啊 就也不是退役啊 也不是以后就不做视频了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实在是万恶考虑再三 呃感觉可能没法 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无法给大家提供 特别质量优秀的数量庞大的这样的FIF17或者其他游戏的呃 那么一个系列的视频了 所以呢万恶也是决定先是搞一段落 当然了只要有时间我还会继续的玩游戏 然后如果真的有时间还是会出 包括以后可能比如说我要开包了啊 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太多的后期剪辑 那么我可能还会录下来 然后做一下剪辑给大家呈现 然后如果以后家里网好了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些直播的活动给大家带来 所以还是要失序的关注我 而且呢呃万恶也是 就是说还没人没有死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各种的联系方式 你们如果有的话啊 可以有问题或者有一些想跟万恶分享的东西 也是随时可以找我啊 只要万恶有时间还是会跟你们聊天 或者解答你们的问题的 那么其实这一刻我也是挺感慨的啊 万恶做播客可能也有三年有余快四年的时间了 一开始的话可能是远古级古灰级观众知道万恶是做这个战地系列出身的啊 顺便说一句战地一啊 也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款游戏 马上就要发售了 呃这一次的这个战地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当然这集就不聊那么多了 如果以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into这款游戏的话 我也会这个可能给出一些视频 当然也是后话 然后之后呢呃万恶发现有一个另外还有个小子在悉尼啊 跟万恶住在同一个城市离得还特别近啊 也在做战地啊 他就是小灰啊 你们也是应该认识他啊 小灰是一个编导出身的 所以我们之后也是嗯 拍过一些真人片啊 做过一些视频评述类的游戏评述类的节目啊 也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后外 只不过后来小灰是呃是比我更早一步的忙了起来啊 然后他就暂时先处于了一个不活跃的状态 然后我又坚持做了两年的非法啊 之后转型成非法又做了两年 也是收获了一大批球迷啊 不过跟某些球迷呃那种明星的球迷 可能类型不太一样 但是无所谓啊 那么呃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主要是呃让我其实收获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俱乐部 也是我的其他的观众把我拉进去的啊 现在我们还可以玩一些pro club的模式 之前也是万恶没有想过的事情啊 其实在各些世界各地吧 其实都有一些万恶的观众 你们以后只要看见万恶的上线啊 都可以要我踢球 只要我有空的话 那么啊 这个节目 这个频道啊 也是走过了毛四年的时间了啊 那么在这一刻啊 万恶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啊 决定真的是进入这个不活跃状态 其实万恶真的是那种属于 特别不适合做视频的人啊 因为首先太忙了啊 万恶有一个学业正在读研究生 然后有三份工作啊 理论上technically我在三个company里面打工啊 还都不怎么赚钱 当然只是后话了 然后这些公司无非都是做游戏的 或者是做剪辑的 这也是万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之前开始做播客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我又爱游戏又爱剪辑 所以我就开始做播客了 现在我就找了一个游戏公司和一个剪辑 就是一个剧组在里面上班 反而就是因为这样 我现在玩游戏和做剪辑的个人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也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吧 然后呢 万恶还有家庭啊 这个可能也是跟可能绝大多数观众是不一样的 万恶已经结婚了啊 还有这个家庭的责任要负 然后呢 现在还住在一个租房 租订的房子里面 还要考虑到这个每天上传 这个优酷和YouTube占了多少的流量啊 毕竟还有室友 他们也非常经常的complain这件事情啊 然后万恶其实是一个重症奄奄患者 你们看着我好像是一气录下来的这个视频 其实呢 我这个中间是各种喝水啊 各种断啊 重新录 因为我这个嗓子真的是感觉快哑了 就说不出话的那种 所以说怎么看啊 其实万恶都不是那种特别适合做播客的人 坚持的四年已经是非常不易了 也是希望你们理解 还是那句话啊 我不是死了啊 不要说什么道别的话 挽留的话啊 其实大家都想想吧啊 咱们都很好 咱们都很乐观 我还在这里 你们也一定要继续的在非非的世界里面 继续加油努力 祝你们的每个人啊 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都能闯入低迷声望 虐一下这个周遭的这些朋友吧 好吗 那么呃 伤感的话也不说了 道别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 那么这一期节目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非凡时期 你们继续抬头蒙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